老师的无奈瞬间 4 今天你们美术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 这节课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自习还是看电影 难得今天我不想赞课 你们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哦 那还有想吗 当然是看电影了 对 那必须看电影 老师肯定是在考验我们学习的自觉性 我可不能上当 某些人数学就考了25分 还有心情看电影呢 心可真大呀 直接念我身份证号得了呗 他某些人 咱说我考多少分跟你有关系啊 关好你自己得了 虽然人家成绩不好 小妙你也没必要当众说出来吧 难怪人家不待见你 居然还敢跟我顶嘴 那我更不能让你如愿看电影 老师这节课我们还是上数学吧 别听某些学渣的看电影了 我就是不想上课 所以才给你们两个选择呀 你倒好给我加一个选项 服了 我觉得吧 上数学那大可不必 还是让大家看电影比较好 真不错啊 可恶 看见这个臭学渣这么开心 我就来气 老师今天的作业还没讲完呢 正好我有几道题不懂 要不你跟我们讲完再看电影呗 你有毒吧 我当初咋想呢 怎么就选了你当课代表呢 天天跟我唱反调 改天找机会 一定要把你这课代表撤 小妙你有啥不懂的 跟我来办公室 我单独跟你讲 希腊同学在教室看电影 好主意 好丢业老师 老师的无奈瞬间 无 这次秋季运动会 我希望咱班的同学都可以踊跃参与 稍后课代表把报名人数整理给我 后排你几个小子 你们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 王宝 这次运动会你打算报什么项目呀 800米呀 上次才跑了个第三 这次我一定要一血前耻 拿下第一 小伙子有志气 我喜欢 就你这种学渣 有什么资格参加运动会呀 别出去给咱班丢人了好吗 老师都没让我别参加 你算哪根葱啊 老师你看他 越来越放肆了 昨天的作业还没交呢 他几种学渣凭啥参加运动会呀 老师肯定会帮我说话 你敢得罪我 这下我看你不完蛋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还指望这次运动会 后排学生能给我拿个好成绩呢 小庙 你怎么可以戴着有色眼睛看人呢 咱们有些同学虽然学习成绩不好 但是人家体能好 能在运动会上为班级真光 这也是一种特长啊 就是有能耐你也跟王鹏一样 去报个八百米呀 他们居然还敢合起火来跟我顶嘴 老师还帮他们说话 气死我了 你让我报我就报啊 凭啥听你这学渣的呀 不报你就把嘴闭上 别在这没事找事 统计人数的表格在我这 我就不写你名字 就不让你报名参加 我气死你 恐怕你没把他记着 你先把我给气死了 他们不参加就没人参加了 我真是昏了头居然让你统计表格 小苗你把表格交给班长统计吧 你还是负责后勤和班级卫生比较 别笑 老师就冲你这句话 这次我必须给你拿个定义 老师的无奈瞬间 这次莫里搞成绩下来了 我都不好意思听你们念 看来不要把卷子发下去 好的老师 我感觉这次的卷子好难呀 我肯定不及格了 我也是 不过还好老师不念分数 老师不念可不代表我也不念 张三发21分 我的天哪 你考试没打脑子呀 这小点声不行吗 我让你发试卷也没让你把分数念出来呀 怎么的 你有连考这点分数还害怕别人知道呀 你有毒吧 人家招你惹你了 说话咋这么难听啊 我还没说你呢王鹏 你21分 你俩可真是卧龙分厨啊 并列班级倒数的 我要是老师都得被你俩活活气死 本来没打算把你分数念出来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得罪人咋还要带上我呢 我真服了 你家住海边呀 我想考几分就考几分 你管的啥吗 还敢跟我顶嘴 真是反了你了 老师你看他 什么态度呀 我建议这次不及格的把整张试卷抄一百遍 你可真会建议呀 还抄一百遍 你是想让我被学校开除吧 一百遍我觉得大可不必 但是适当的惩罚我觉得还是要有的 抄十遍吧 也行吧 但是抄完一定要家长签字 你可真能爸爸呀 那你考多少分啊 敢不敢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他的试卷在我身上 八幅度 我本来不打算提的 但是你整个还有点 你别习啊 你尝尝可怠表考八幅 不愧是可怠表 我俩卧龙凤醋加起来 都没女牛饼